疫情未過 但大家已經說到逆後旅行 不過早前日本宣布再次封關 大家不用失望 因為最近很流行偽國家旅行 即是在自己身處的地方假裝去外國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偽日本遊 讓我先去旅行 第一站就帶大家來到這間以懷舊日本風造主題的studio 這裡有兩層 一樓是日式傳統榻榻米場景 二樓是日式簡約居家感覺 這裡可以租借日本浴衣 還有專人協助點穿 不怕穿錯 還有簡單頭飾提供 由頭到尾都貫徹著那陣日本的味道 剛才跟大家去完舊日本 現在我們就去京都 這個小花園裡面有一個日式小屋 周邊的細節位是用了日式的設計元素 令人好像自身於日本京都的庭園一樣 說明是偽旅行 行程最一站當然是和大家吃我媽咖啡 這樣才最像樣子 上次就有段片教大家怎樣吃我媽咖啡 晚上由日本直送到港 不用飛都吃到新鮮時令的日本料理 正呀 我就選了這個set 前菜 三款刺身 壽司八罐 甜品等一共14款食物 都是這個價錢 CP值極高呀 那我不客氣了 我先從這個清新少許的金木標吃 上面加了些橙草和有些紫蘇葉的絲 令到整個市都很清新 是很大塊海膽呀 你看看 平時是會用很少的 應該是有整格的 試一下才馬上 好幸福呀 不知道大家會否滿意我們這次的偽旅遊呢 接下來帶大家去更多香港的地方 繼續偽遊 那我繼續追蹤我們吧 我不說那麼多了 要繼續吃東西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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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